繼續回顧100個約會的覺悟 當中有很多轉折方法上的改變 不得不提的是 當中你會發覺自己遇到很多問題 當你很多年沒有追溯 突然追溯 就算追溯了很多年 如果你不察覺的話 你是不知原來自己有幾個問題 首先第一就是接近一個女生 見到一個美女的時候緊張 這是前期日 其二就是性感受 當你會不會和一些人簡單的身體接觸 或男或女 即是女生為禮 女生由心 即是可能和一些簡單的身體接觸 你會緊張 或者你會縮 這個是關乎性感受的問題 因為這兩個大問題 是會影響男生追溯女的 女生可以有性感受 但男生就不可以有 這個世界是不公平的 即是我解釋給你聽 為何 因為男生的性感受 因為永遠是男生做一個領導的角色 如果你有接觸 或者是這兩個人的性感受 基本上女生會覺得你低於她 甚至是你的層級 或者你根本是她自己都很強的性感受 她怎會找一個這麼強的人呢 她當然想找一個好像一個醫生 能夠醫治她的心理的人 好像一個心理醫生 或者其他之類 能夠將她的心理 衝破性感受 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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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其實女生 最終都是想享受性感受的關係 但是她一定要找一個專家 不是找一個驚驚青青的 沒用的 這個簡直是混不成功的 最頂盡就是讓你做Beta 即是找你做兵 做火食兵 後禽兵 是這樣的 沒有的了 好 接著你就會慢慢發覺 本來你在Dating 上已經暴露了這些 anxiety 的問題 即是如果你一個Dating 一頓飯為例 其實是暗示了的 你會說一句話的氣場 內容 夠不夠僵踩入一些情感禁區的問題 身體接觸 Firm不Firm 這些就是 或者那個女生不會計算的 但這些是潛意識幫 就是那個女生已經打了分 究竟你在Sexual anxiety 那個問題 就是Sex的部分有多高分呢 就是這樣 如果你的Sex的那個 就是那行巴是越高的話 就越近Alpha Male的角色 就越會進入男朋友的角色 當然了 留心這件事就是 男朋友和Player 真的近乎一線之差 即是男朋友和Player 都是在Sex的那個位置 就升得很高的 很高分的 但如果你控制得不好 那些女生會覺得你像Player 會有感的 好 好了 這100次Dating 你都知道 喂 那 怎樣解決自己的Approach 或者Sexual anxiety Approach anxiety 就是 盡量開放多些SET 即是有女生的地方 不妨都是 試一下去開放 聊聊天 了解一下 至於Sexual anxiety 的確是有些方法去解決的 但是如果你說最簡單 直接的就是 去南桂坊 尖沙咀這些地方 野場 人多擠迫的地方 人多擠迫 以及多女生的地方 因為這些地方 通常的氣氛就很像Party 根本是一個Party來的 那你Party 有時候可能有簡單的 例如握手 身體接觸 你可能控到很近 聊天 可以訓練你的氣場很定 人就不會閃閃縮縮 你可以跟自己說 你不要縮了 看到女生 等她縮 你不要縮 你想捉她 就捉她的手 握她的手 就這樣 當然 你也要看她的反應 我要補回她 有些網友在斷章取耳 就說 經常覺得 你碰女生 那些女生都不同意你這樣做的 我說得明白 你碰女生 這個世界上 你又不能夠說 我可不可以碰你呀 或者填一張表先 不如你可不可以Approve我 讓我碰一下你呀 沒有這支歌仔唱的 那怎樣才可以碰女生呢 看她的眉頭眼睛 笑容 說話的內容 你才去決定 那樣東西可不可以 就是簡單的身體接觸 他們叫做 然後有些網友 斷章取耳 你都未偵同她的同意 你碰她 你這樣是犯法的 他隨時可以 你碰一下手 都告你上庭 她說什麼執業大律師 可能是這樣說的 我 我不想知道 她說是也是 她說要執業大律師 去back up 是吧 但是 那些網友 我想 我不知道她怎樣碰女生 是不是每次都要問 我可不可以碰一下你的手 她的手 我把方法 你可不可以填掉 這裡簽個名字 這裡就是 你一簽 我就可以碰一下你的手 你簽吧 那女生 你另一份方法 她又回頭走了 那這些就叫做 我都不知道怎樣 你教我怎樣 最好 那些女生 我想到的形式 就是 她們蒙了頭 蒙了臉 戴著手套 我碰不到她 那就最安全了 所以 永遠就是很奇怪 就是 就是 法律我都知道 永遠都是傾斜女人的 但是她這句話 是說得對的 就是 就是 有些女人就無論如何碰 我也說過 就是 要看眉頭硬壓 尤其是 就是 你看到那個女生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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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就不要亂來 因為那些嘩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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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一生氣起來 真是她不知道要做甚麼 真是可能 你 你沒心碰她的 可能你嚇到她 她都可能報警抓你 可能碰到她 她那個手背 那塊肉仔 都告你 然後 拉了她坐牢 不關我的事 但是我都沒有聽過這樣的新聞 但是 這位網友 他提供的法律意見 那大家 就是 就是 我自己覺得 如果你有這個mindset 不是錯 但是 你往往會令到 溝女的難度增加了 對 我有這個mindset 那怎麼辦 那我怎麼碰她的女兒 我碰到她的犯法 我又不知道她是否同意 我又不是她心中那條蟲 我怎麼知道 這樣 所以 有時候的事情 就是很講觀察能力 網友不要斷章取義 我不是說她不同意之下 碰她的 我是看準了水溫 女生不會告訴你 她不會告訴你 你approve 你拖她的手 不會有這樣的事 只有一個可能性 那女兒碰到你 有那些subtle touch 有繞你手 那些 但我都講過了 這些情況很罕有 為什麼會這麼罕有 因為很在乎那個女生的經驗 有些女生是拍拖沒有什麼經驗 如果你遇到很多A0那些 中女那些 他們全部都不懂這套 好了 她就是拍拖 就是一棵木的站在那裡 好了 然後好了 哎呀 你又不敢碰她 又怕犯法 那怎麼辦呢 這樣就整個 整個awkward 這些就叫尷尬了 就是這樣 所以我都不教大家 怎樣去碰女生 Kino女生 我都浪費狗氣 那些人很喜歡 就是拿我一兩句說話 在那裡吵 就是浪費狗氣 如果想學會怎樣Kino 就自己WhatsApp問我 浪費狗氣 在台上說 那些人在那裡 那些人在那裡 唉 真是 別想電點女 以後 以後只談得了 精神戀愛 那你們那班人就在那裡 鬍眉 好 那我亦都說一下 精神戀愛的經驗 那你這100次Dating 那當然有精神戀愛 那但是後來發覺是錯的 哈哈 精神戀愛根本就是粉紅冰 精神冰 唉 我不知道 那種冰是不知道什麼來的 後勤冰 類似那類東西 有一次很有趣的經驗就是 就是有一條女兒這樣計 後來才知道原來是痞也來的 但是詳情不說 總之就是手仔都不可以碰 不給肉體了 真的不給身體了 那時候又不太懂得怎樣刷 手仔不可以碰 其實有得刷的 那我教大家一個刷法 就是講道理了 講服他為止 當一個女孩不讓你碰手 你只能夠廣服他 問他為什麼 問他過去的經驗 什麼事 跟著他肯定好多 十個藉口這樣計 你逐個逐個拆 沒有一個項目可以咬得贏你的 你記住 很簡單的 你重複 如果他是什麼基督徒 天主教徒 可以就用耶穌來拆他 耶穌我都說過 是最多身體接觸的一個色 是聖人 如果他搬孔子 我就大不讓他 如果搬耶穌 這樣便足夠了 其實孔子 一樣有老婆 難道他一樣有子女 難道他不接觸女人嗎 又是多餘 一語道破 這樣也是浪費氣的 所以一定是 如果他是宗教的 就用宗教去拆他 所以大家都要熟悉聖經 有少少聖經的內容 你都知道 例如耶穌有幾個出名的例子 例如他會幫門徒洗腳 已經是身體接觸你了 接著會擁抱人 下至黑衣妓女 上至平民 皇親國戚 他都會擁抱 就是這樣 你會見到 一個聖人都可以有身體接觸 為何你變成 今時今日的宗教 為何變成無古身體接觸 反而是正常的 是不合理的 接著 下一個邏輯 就會回到 究竟女兒講不講道理 這個時候 你說一個道理之後 你拆掉她 當然是好事 但有些女生是橫不講你的 盲不講你的 你留心一樣 這個時候就可以試到 這個女生的質地 通常是一個女生講道理 她就會聽你說 是呀 你又講得對 會是這樣的 我試過很多次 有一次我拖她手 駕了七至八次 我講過一次經歷 接著女生說 你都沒拍過拖 拍拖是這樣的 你當今天沒什麼責任 像小朋友一樣拖手 接著她又被我講服了 然後她說 你都講得對 是呀 那就試一下 這樣 這些就明白事理 即 喂 我又真的不是佔你便宜 不是 我正在益你 基本上 我拖你手 你以為我不需要付出勇氣 你又一次都沒拍過拖 我一輩子都沒給男生拖手 現在給她一個機會 你收到啦 不用錢 有個男生拖你手 真是 唉 真是 part time boyfriend 都要寄幾千元 我心想 現在免費 零 如果那些女生懂得想 就相信你 不懂得想 那些 一大堆藉口 那些 拆過 還有一大堆藉口 其實背後還有一個原因 他們這麼多藉口 極有可能 他們本身就是蛇蠍 蛇蠍底 為什麼呢 一個好女生 通常會說道理 你說得通她 她都會讓你拖手 說不通的 只有一個原因 她背後在說謊 曾經有個女生說不讓我碰 後來我讓我搓搓搓 又搓到另一個原因 原來她就是嫌我人工低 那樣子也有 如果我是億萬富翁 那個dating就說 隨便碰 如果我是窮人 你不要碰 你是黑衣 又試到女生 什麼身體不讓碰 那些根本就是多鞠魚 自己心裡有一套雙重標準 所以這些都是一個經歷 經驗 告訴你 大家不要當了 就算女生多漂亮 也不要當她女神 不要喜歡她 真的 一開始就不要喜歡她 雖然網友在說 大家小心這傢伙 他都不是喜歡人而追求人 他只是演戲 但你太天真了 女人都會演戲 以防萬一 大家先講清楚條件 看看大家的數值 了解一下大家內心的價值觀 如果你的價值觀是講錢的 不好意思 真的要說再見 好 有幾次都是 那些約會 都是 很短的 最近有一次 短到只有三分鐘 三分鐘的約會 都會有的 亦都講到一件事 就是 你可能很精心部署 可能之前 你也測試她 測試很多東西 接著還要fall in love 在她的測試上面 但不要忘記 就是約會才能見到真人 一見真人 才叫做真正的對戰開始 那次的三分鐘是怎樣呢 因為那條女人是蛇蠍 約了她 遲了一整個小時 我已經很不喜歡 接著我就來到 接著她在text上面問我一句 去哪裏吃 這些又是蛇蠍典型的問題 未必是蛇蠍 但如果她能問我去哪裏吃 有少許基因系 一個正常女生 可能約到你 我通常回答她是即興的 她肯即興 通常都有得救一下 如果不肯即興的話 肯定有些問題 這條女生肯定是嫌三嫌四 有時我會回答她 去普通東西 試一試她 不肯去普通東西都是蛇蠍 那次是怎樣呢 我回答她是即興找一間店 先收一張底牌 其實她想著去密記 然後出來 我就說 你遲了一整個小時 你今餐要請我吃東西 這句我擺明是試她 我知道她不會請的 結果她說 不要了 那我先走了 好吧 安座她說 好吧 拜拜 接著我的約會就完結了 就是這樣了 三分鐘完結了 沒有 我完全沒有留一點感情 因為我知道這條女生 根本都沒有留過一點感情 蛇蠍來的 好了 大家問我 怎麼知道她蛇蠍呢 神早知道的 那時候 那個APP上有張相片 看相片已經知道 整個袍甲這樣 去那些老懶的緊身衣 那些短短的緊身衣 性感相片都貼在那裡 用來做什麼呢 吊金貴咯 說完 WhatsApp相片也是這樣的東西 農莊艷奮 出來夠僵的話可以遲一個小時 遲一個小時是否要賠罪呢 就這麼簡單 其實我那一場約會 我三個字應該要離開了 但我又很好奇 這條女生是什麼樣子 真樣子是怎樣 但我又不會 我沒有想著竊章 我寧願一個人吃 都不會跟蛇蠍吃 因為沒有意思 蛇蠍 對 跟你們吃 接著呢 麥記她又不去 去茶記 茶記有機會是你賠償的 那你都會竊章的 接著呢 整個程都在打手機 又不跟你說話 實問狗不回答 你沒有mood的 然後出到去 一支錢走了 然後那張單又離開了 又浪費舊氣 又是書局 那我寧願就是 神祖Burnan了你 你不懂算數 打算你請的 你不懂算數 那我不要以為 每個女生都是這樣 有些女生都願意請的 話說真的有個女生 又是同一個個個案 明明約了我那個時間 究竟又是遲一個小時 那我不要緊 那我走一會 有時走一會 有遊戲陣 然後呢 然後呢 二話不說 你遲了一個小時 請我吃東西 然後說好吧 那這些女生就好 明白是你 她知道自己是錯的 那我現在 喂大哥 我等了兩個小時 我都 money is cost cost is money 那我都要 我也有時間的 時間就是錢 time is money 就是這樣 那這些明白是你 請你吃飯有什麼所謂 那你便測試到一個女生是真心 還是假意 已經可以試到她的人生的經歷了 如果一個講道理的女生 她的人生經歷 通常都是比較 即她沒有什麼陰影 她不會說對世俗很多憎恨 但是一個拜金女就不同 她一定很憎恨男人 但是只會向錢 她就是轉了個宗教 她就是知道 男人信不過的 我以後信錢 我寧願拿一筆錢 都不恨男人 就是這樣 她們的宗教就是這樣 你怎樣溝 你最後不會得到一個真愛 不是真心 你負上任何的金錢 都得不到她皮毛的愛情 就是一個現世間一個殘酷的現象 信不信由你 好了 今天就講到這麽多 搞了WhatsApp plan 如果有興趣 很多愛情的問題阻力 可以找我 如果想玩些game like game 都可以找我 今天講到這麽多 多謝收聽